曾經披上國家隊戰袍 前進里約奧運的射箭好手高浩文 目前在中華企業射箭聯賽當中 消離於台中銀行精準射箭隊 說起他的人生 父親因為意外又言失明 靠著媽媽中山蘇尾聲 家境並不樂觀 是什麼原因 讓他能夠從小就接觸到自己 一生之愛開啟射箭生涯 一切都是因為自己的原住民身分 其實我是泰魯閣族的 然後就是從小 在一二年級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那個部落 不是都會有一些祭典嗎 或者是一些感恩祭這樣 然後就會有一連串的趣味競賽 然後就其中一個競賽就是看到射箭 射箭覺得滿有興趣的一些 那些騎勞他們在發射線這樣子拉弓發射的感覺 其實非常非常帥氣 那種摒氣凝層的感覺非常的帥氣 然後到五六年級的時候剛好學校發展了 原住民傳統工 對那時候就加入了 因為國中就沒有專門在練原住民傳統工射箭 所以就是去找鄰近還有射箭 有關於射箭的學校 然後就到國中之後就開始轉 轉到正式的那個反曲弓訓練了 國一開始接觸正規比賽用的反曲弓 想當然過程免不了挫折跟障礙 不過要說高浩溫到底有多熱愛射箭 一路堅持下去就是最好的證明 就在國二的時候那時候就是很愛玩嘛 然後打籃球啊然後爬來爬去這樣 跌倒之後第一個弱點是我的手肘 受傷了嘛 那時候看完病之後 醫生說要休養一兩個月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沒有辦法射箭 想說要不要就轉到那個普通班了這樣子 就那個時候 剛好有那個世界盃肆內射箭錶賽的選拔賽 那個時候也是我人生第一場的國際賽 我是在波蘭印象真的很深刻 我們是青少年嘛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跨局去比青年 然後那時候運氣還蠻不錯 那時候就拿了團體的銀牌 到高二的時候 高一的時候 那時候就選到那個第二個最大的比賽 就是青少年射箭錶標賽 那時候真的是狀態真的很好 剛好我的隊友也很幫忙 拿下了世界青少年射箭錶標賽的團體的金牌 我講就是被外在的東西影響了 在訓練的時候就比較怠惰啊 其實就很強了這樣 然後結果反而成績就是一直卡在 卡在一個階段一直上不去 然後說大學的時候就想說啊 那就好像我就就只能 好像就只能這樣子啦 然後就想說啊 那還是要去讀書了嗎 還是怎麼樣 對 那時候我爸媽就會一直跟我講啊 就是說叫我堅持下去 有這樣子的一個成就 為什麼不再去拚一下呢 爸媽的鼓勵加上自身強大的決心 高浩文儘管在射箭場上 勵劍無數次載富載城 從摔傷手到因為自滿荒廢技術 接著又在里約奧運 首輪比完就打包回家 不斷碰壁的總經雖然有些心灰意冷 但高浩文也驚信 老天爺會再為自己開扇窗 中華企業射箭聯賽的重力 讓他再次燃起熱血 不只在二年拿下劍林之王頭銜 為了目標更是放眼2024巴黎奧運 彌補當初在里約首輪就達到恢復的遺憾